但我們婦產科碰比較多 其實私密處我們叫艾艾病 也就是俗稱的性病 以前我講過一個婦女的疾病 尤其私密處的困擾 外屋一帶二養三味道 四破皮五凸起 那其實在破皮或者是凸起 通常他們會很擔心 因為你網路稍微Google一下 私密處跑出特別凸起 一定就會來害怕 但我要特別講 這個疾病目前有點國際化 我最近才一個個案 他其實是先生去中國大陸 台上已經經營一段時間了 以前都是兩地奔波 因為真的現在我們住在 中國大陸的人越來越多 老婆覺得小孩也比較大一點 大已經國小了 而且那邊現在的教育環境 比台灣其實不一定差到哪裡去 而且真的是更好 就整個就一起過去陪老公 不到三個月 老公自己主動跟他講說 他好像 老公的說法是 因為他這樣 各省要去商務旅遊 其實在商務旅遊過程當中 不慎懶到的不節的 衛浴用品 老公去治療 那就跟他講 他也很害怕 他就趕快去看 因為其實這種事 乖乖家庭祖父 其實根本不知道自己發生什麼事 去看 大陸跟他講說是滿嚴重的菜花 所以他就回來 因為他不放心 因為大陸講得非常嚴重 通常他還沒講之前 我有時候也會擔心 是大陸過度誇張 結果一上去 真的是 這個是我們台灣種 這個各地的菜花 其實品種稍微不太一樣 真的嗎 有分北部種 南部種 有分挪威種 沒有到挪威種 中國菜 台灣菜 但是我們台灣的菜花 比較像是一粒一粒 是很盛開型的 結果它一上去 我一看再外蔭一點點 它蔭道裡面 真的像青海的草原 一眼望不完 它比較平行的 這個真的是滿嚴重 我很少看到這麼大範圍 然後平長的 當然因為很嚴重 可是我們家裡祖父 看起來很善良 你不好意思給他講 很嚴重 那只好說 那我們就趕快治療 這個治療的過程當中 其實先生當然很緊張 也在講 你知道我們為什麼 很難介入這個 會不會藉由不絕的胃郁 或者是剛剛提到的 即時的這個水 或者是毛巾接觸 其實我們不敢說沒有 但機會太低 因為菜花是一種 HPV是人類乳毒瘤病毒 這種其實在活體以外 存活時間不到10分鐘 除非你剛去泡 你剛好也去泡 那個人 然後你剛好有個傷口 他接觸才有辦法得到 不過我猜後來先生 自己有坦白 然後他就回來治療 治療大概兩個多禮拜以後 我們那天花很長的時間 我用很特殊的器械 一般都是用電燒 我用我們那個子宮頸癌 專門一種像切薄力容的 因為它範圍太大了 我只好用除草機 這樣整片削 要麼一片片削 削不完 你不了解我們電燒 我們電燒其實在表面 碳化以後 其實它下面燒不到 因為你要想除草機 我知道整片這樣削 一片一片削 結果兩三禮拜回來 其實地方都還不錯 可是在一個長好的傷口 突然又跑出一片不太一樣 那個扁平油 就有點像病毒油 對 又跟原來菜花不太一樣 可是我怎麼去解釋呢 因為這地方 這個地方那個扁平油 就像其實我們了解 我們空氣當中 或者你接觸的地方 其實很多都會有這種病毒存在 只是你剛好沒有傷口 或者這個病毒不適合存在你碰到的地方 所以它就不會得 那剛好是一個傷口 剛好有一個扁平油 本來我是要跟他說恭喜沒事 結果就那個地方油 我知道我跟他說 那沒辦法 你這個可能要再觀察一下 我們還在做治療 當天大哭回去 先生也不敢講話 然後就回中國大陸去 然後接下來就很麻煩 後面都不知道怎麼收尾 其實我必須要講 艾斌有一個好特點是 第一個他感染 他發作很快速 大概三天七天一定中 所以你要找兇手比較好找 對口會比較清楚 第二個他一定會讓你不舒服 絕大部分除了少數 因為他隱藏版一些以外 其實你會像一些皮菌感染 他可能只是分泌物不舒服 表皮會看到的 基本上都容易讓你找醫生 醫生來治療 治療上有幾個特點 他常常說one shot 就是一次性的治療 或短期的強度的治療 他通常幾乎可以打擾痊癒的境界 所以不要害怕他是可以痊癒 最後給我補充一個個案 其實得到這個病 你覺得得到這類病好或不好 有時候難講 我之前有一個 我太太那邊的一個好朋友 其實就是女的很帥 女的很漂亮 然後他那邊也很帥 其實那就是三十多歲 各自過愉快的生活 其實各自也有各自的愉快的 生活圈 生活圈 兩個其實有點想結婚又不想結婚 女的又有點想結婚 但是有一次 女生突然下面 就我剛剛講的 破皮 那一般女生破皮 她覺得只是分泌物多一點 浸泡破皮 可是這個破皮很怪 怎麼今天痛 明天更痛 一來一看 他就是拋疹 拋疹的破皮 或者潰瘍比較特別 它是多發性的 很多顆小小的 而且很痛 拋疹目前治療也很容易的 不論是藥物或是軟膏 其實可以很好治療 但這個他就很生氣 因為他就去追究那個男生 男生才委婉跟他說 其實他前幾天有 他最生氣的是 反正個人有個人圈子 你中了 但你怎麼跟我講呢 我好去治療 所以從此以後才真的切斷 那但是不到半年 他就找到一個好男人嫁了 所以有時候得個病 讓你痛定失痛 做一個切割 也不是壞事 聽起來怪怪 這個結論好特別 對啊 其實剛剛陳醫師講的這一個 在我們感染科裡面 就叫做 冰邦瘦感染 對 所以如果說有時候 你只治療一個人的話 你沒有治療另外一個人 他就這樣傳來傳去 你好了 然後傳給他 這樣一直傳來傳去 又不講 對 又不講 然後我其實有一個案例 其實就是有點類似是這樣子 他大概是一個三十幾歲的女生 然後來的時候 他是全身起診之後 其實有經驗的醫師 有時候你看到說 全身起診之後 我們就叫他打開手掌看一下 然後就發現到說 他手掌都是一圈一圈紅紅色的 然後都在脫屑 然後我一看就想說 慘了 這是什麼 這有點像是 我們常常講 第二期沒讀就是會這個樣子 跑到手掌跟腳掌這樣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你就是最近有沒有什麼 就是關係之類的 他說其實我已經結婚了這樣子 就說好 那我們就治療 像剛剛陳醫師講 他其實one shot打一針 其實第二期沒讀不難治療 你只要打一針那個盤星 其實就會好 其實後來你就跟他講說 其實你要 然後第二個禮拜他來 就是看報告的時候 的確沒讀就養性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你先生怎麼沒有過來 他就說有啦 我有叫他去檢查了 我有叫他去治療了這樣子 然後後來隔半年以後 他又來了 全身又長滿了疹子 他就很難過 他就一直跟我講說 杜醫師你不是說 這個很好治療嗎 治療完就會好嗎 怎麼又來了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不管 你一定要帶你先生過來這樣子 然後後來再隔一個禮拜 他就帶他先生來了 然後我就問他先生說 那你過去有沒有長疹子 什麼之類的 因為我想說 就是一個沒治療好嘛 就這樣傳來傳去嘛 然後先生說 沒有 我從來沒長過疹子 然後我就幫他抽血檢查 結果我發現到說 他先生從來沒有得過美妇 那你怎麼講呢 怎麼辦 我當下超尷尬 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 我總不能跟他講說 你有 你沒有 所以你也不知道哪裡來 這樣看人家夫妻適合 不好吧 他老婆帶錯人 不應該帶先生 我真的想說 要怎麼幫他找台階下的時候 他就自己拍他先生 他就跟他講說 都跟你說不要再去上次 那個溫泉旅館的 那個廁所都不乾淨 怎麼樣怎麼樣 我又得病了 自己撲梗 後來我就趁我的個管師 去跟他先生做衛教的時候 有沒有 我就私底下跟他說 我就說 目前這樣的狀況 其實最常見 還是這個新行為傳染之類的 除了這個先生以外 可能其他的伴侶 也是要稍微帶過來這樣子 然後他就默默的點了個頭說 我知道了這樣子 對 後來有帶來沒有 後來 後來他可能去別的地方 他不好意思再待過來 沒有 他自己要注意的 要斷根 不能對 重點是 如果他不只跟一個人打乒乓球 那更可怕 那就這些人要斷掉 對啊 他一定要斷掉 重新再培養另外一批 乒乓球隊嗎 去捏一個球隊就對了 正向思考 我們西醫所謂的上火 大概就是兩個情況 一個是局部的發炎 沖雪的地方就叫做上火 另外在夏天 為什麼講人家容易上火 西醫也是會有這種說法 不過我們講的上火是指 你夏天的時候 你周圍的血管一定會擴張 然後因為要散熱 所以你夏天的時候就是 你就會覺得熱熱的感覺 就是因為你周圍的血管在擴張 可是夏天的時候 這樣子在 周圍的血管擴張有個壞處 就是你的水分會流失得很快 所以對於一些 夏天沒有常在喝水的 你夏天就可能因為缺水 會出現很多的問題 其實我們之前就有個病人 他就很冤枉 他是一個計程車司機 有一次他被他的太太 抓到我們泌尿科的門診 說他懷疑他先生不走 而且得到隱形的性病 我覺得我先生有外遇 然後他 那個泌尿科 一直問他為什麼 他說最近他都不碰他 他都不碰他 而且每次睡覺的時候有沒有 就是躺下去睡覺的時候 就常常會病 他故意轉到另外一邊去 然後睡了兩下就睡著了 事實上好像沒有 他就說他以前不是這個樣子 一定有問題 他先生就說冤枉 他說他是因為 他先生說他是因為 跟他做完之後 他射精完之後他都會很痛 他的胃音部都會很痛 所以他先生最近就會覺得說 他比較不想要做這件事情 不是因為有怎麼樣 他他也不相信 就帶來說 他說一定有隱形的性病 因為他要知道性病 可能外面有水泡或有什麼 他都沒有 所以他說這個是不是在裡面 有什麼問題 就請我們的泌尿科醫師來檢查 結果泌尿科醫師一幫他檢查 就還他一個清白了 他真的只是 慢性的攝護腺發炎 為什麼會在夏天容易 發生攝護腺發炎 因為攝護腺發炎 當然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泌尿道感染 當你夏天水喝很少的時候 你的攝護腺就可能會發炎 攝護腺一發炎的時候 你那個男生在射精的時候 就會感到很疼痛 因為他覺得那個攝護腺其實 很大家覺得說攝護腺好像 沒有什麼功用是不是 其實不是 攝護腺在男性裡面 也是有很大的功用的 那攝護腺那可以幹嘛 可以讓你的那個 所以你攝護腺不健康 男生的那個讓女生受孕能力 就會降低 所以攝護腺很重要 所以他病人是很可憐 因為他那個進了司機 他為什麼會脫水 他就是因為省錢 沒有客人那時候有沒有 他就窗戶打開 冷氣就不開 有客人來的時候他才開窗戶 所以就是這樣子 所以常常在那邊工作的時候 他又沒有常常在開冷氣 所以就變得很熱 所以就脫水了 所以解釋完之後他太太就覺得 原來是為了他 是為了家庭才搞到 搞到最後就是不想碰他 可是男生如果不常做 將來攝護腺也有問題 所以這個就沒辦法 所以我才說夏天 還是多喝一點水 之前有過一對年輕夫婦來看診 那他的主宿是老公那個 龜頭上面有一個小破皮 有一個水泡 而且會說會痛這樣子 那我看完之後 我就問一下說 有沒有不安全的性行為 那他就很堅持說 我只有跟我老婆而已 我沒有跟其他人怎麼樣這樣 那我就問一下老婆說 那會不會有沒有相同的病灶 他說也說沒有 那我當然提議說 驗個性病好了 那先生就當時就很生氣說 我又沒有怎麼樣 為什麼我要驗這個東西這樣 那不然你開個藥膏給我 我回去抹一抹就好了 那當然第一個禮拜 我就開個藥膏給他 第二個禮拜他們又進來了 那先生就做事非常生氣這樣 就又挖洞給我跳 他說一定是你開這個藥膏給我 害我現在更嚴重了 那後來我就打開來看 你看一下 真的那個潰爛的範圍又更大了 而且在那個尿道口 還有黃白色那個膿流出來 那這時候我就心裡想說 因為太太在 然後沒有 我沒有馬上戳破她 我想說太太在 我就乾脆微晚一點說 那我們做個細菌的檢查好了 所以我就把那個膿 做個細菌的培養 那這時候太太剛好 想要出去上廁所 那我就介事跟先生說 我覺得我們還是做個性病方面的檢查 你說好不好 那先生就點點頭這樣 對 那後來第三個禮拜終於回來 我還特別交代那個先生說 第三個禮拜我想 如果太太忙的話 你就自己回診就好了 對 那回診當然結果出來了 就是臨病跟泡疹 全部都是陽性的 那這時候我又再問了她一句話 就說那你之前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發生過 不安全的新行為 因為如果你確診是臨病的話 那如果是太太那一方面 她也必須要做檢查 不然會有乒乓球效應 兩個人在那邊傳來傳去而已 那先生就坦誠說 其實她之前出去外面出差的時候 有出去外面 黑皮一下 那當然不敢讓太太知道 所以才故意挖洞給我挑的 所以像這種先生就不夠厲害 一般這種她不會帶太太去 對 像我們在門診也是一樣 那個明明你就是不讓媽媽 知道你有心經炎 那你可把媽媽帶來幹嘛 就是後面診 或者會要那個 比方說超音波會從陰道做 會比較清晰 那一般處女我們就從肚子照 還要臟尿 又比較不清楚 可是你在媽媽面前 雖然我們護理人也很辛苦 常常要想辦法 如何把她媽媽支開 然後她說沒有 她說趕快 快點 就趁機趕快帶進去 所以或者說 有時候媽媽如果不要進去 會說奇怪 為什麼她不用臟尿啊 那馬上又穿幫 所以如果你已經成年 已經成年了 你看你今天教多少媽媽 你今天有教多少媽媽可以進去 如果你已經成年 你不希望你媽媽或者是姐姐 或者是同學朋友知道 你就不要把她帶去 可能是媽媽帶女兒來的吧 你不用講這些狀況 你就自己知道說 我要看病 因為成年的人 就像這個先生 他明明就沒有必要帶太太去 他自己就知道有問題 那是太太壓他來的吧 這個是她帶太太去 但是在我們門診裡面有很多 就是被太太壓來的 然後先生一定要出示一個證明 證明說她沒有事情 老婆才願意跟她同房這樣 天啊 這是保護自己啊 因為你出差有不到這麼久 對 剛才她感染多可憐 對 這個到底是真的 有的時候不小心 醫生捲入家庭糾紛的事情 其實對我們來講也非常的難為 像我有一個類似的經驗是 我之前有一個 痔瘡手術之後的女病人 然後她在手術之後的半年左右 她來我的門診跟我說 奇怪她怎麼覺得在肛門那個附近 長出了一些奇怪的突起這樣子 那有的時候我們會想說 因為排便之後摩擦 有可能會有點疤痕 所以我們就幫她做檢查 結果一看我大概就九成的把握 那個應該是菜花 看起來就是肛門周圍的 病毒感染 那我們通常看到這樣子 我們都很委婉 不會第一時間跟病人講 因為我們沒有送病理切片 沒辦法百分之百的做保證 所以那時候就很委婉跟病人說 你這個有可能是病毒的感染 那如果是病毒感染的話 我們要幫你做一個病理的切片 送病理切片之後 一個禮拜之後你再回來看報告 我們告訴你確切的結果 那一個禮拜之後 她來的時候 帶著她先生來 先生進來的第一句話就說 這個是什麼 就非常的嚴肅 然後我們就說 這個報告出來 大概就是我們俗稱的菜花 尖頭石油的一個病毒感染這樣 那先生第一句話就說 這個病毒感染一定是你的 然後我們當然就先愣住想 器械不乾淨如果要 也不是手術之後半年感染 也是手術之後沒多久就感染了 所以一聽那個時候 第一個時間被挑戰的 就是覺得說這個說詞很奇怪 但是我們就試著用學禮 去跟她解釋 也沒有跟她做太多的爭執 那到時候先生就是 拉著太太離開診間的時候 就放了一句狠話說 這一定是器械感染的 這家診所不乾淨我們不要來了 然後就拉著太太出去這樣 然後大概就過了 一兩個禮拜之後 太太自己回來了 然後太太回來門診就跟我很 客氣地說 醫師你可不可以幫我做這個治療這樣 然後他說他有懷疑 因為他太太說他知道 他先生長期在對岸經商 然後他回去回想那個日期 就是他感染 開始感染日期 剛好是他先生從對岸 搬回來長期居住的日期 所以他心中大概有一點懷疑 那我也沒說過 所以我們到時候只提醒他說 如果你被診斷有像這樣子的病毒感染 你一定要做艾滋病 靈病 梅毒 我們這方面的痛衣篩檢 然後最好是連伴侶都一起做 這樣對兩個人來講才安全 所以我講的疼痛 基本上都是自己的身體太痛 有一種痛是 叫做性交疼痛 希望我們讓我們太直的講 其實我們叫艾艾痛好了 其實以前我當富壇哥20年 以前我在桃園待很久 我們看到的艾艾痛 絕大部分都是我們叫 現在最常見的是 我們叫插入的疼痛 那以前插入疼痛是 通常會到最深處的是最常見 這種原因常常是因為 骨盆腔發炎 內膜越來散 所以它頂到深處比較痛 不過我真的覺得台北是一個特例 台北我來這個地方 現在講到私密處 大家都喜歡坐井 我來台北就坐了好幾個 都是因為太井很不舒服 其中有幾個個案 有一個個案 他掛我特約門診 一進來講不到兩句話 突然就一直流眼淚 其實他嫁給他先生四年了 這四年沒有完成過一次性生活 因為他有公司獨子 接下來被逼婚了 逼婚了接下來怎麼辦呢 繼續奴隸還是不行 忍了四年才到門診 所以講沒幾句話 他就開始大哭 然後老公在旁邊也很尷尬 老公看起來乖乖牌 結果一看他的問題也是插入痛 在於哪裡 他的入口的地方 他處理膜太堅韌了 就亂了 所以真的一碰 而且處理膜的敏感度比較高 說他一碰就痛了 麻醉之下我們把處理膜做 那個環把它做個切開以後 結果他回去就安全過生活 現在等他懷孕來找我們 那第二個案呢 其實現在很多生完小孩 因為他會自然生產會有縫合 這個個案比較好玩 他本身也是護理人員 其他護理人員他生完以後 三個月左右開機算蠻標準的 可是開每次都痛 他後來自我檢視 他覺得有點破皮 護理人員自己會拿個藥膏 抹一抹看一看 搞了一個月還是沒好 後來找我們 我說這個小破皮 看起來很快就容易好 我給他一個藥膏再看看 一個禮拜回來 皮好一點 可是摸起來硬硬的 於是我就說那真的沒辦法 摸起來硬硬 那可能下面有點疤痕 那我們是不是進去 乾脆做個小青瘡 而且那個反覆的裂傷 那裂傷是長不好的 好 就開個刀進去 下面的疤痕比我想像中的嚴重 我們就把硬掉的地方 整個把它清除掉 清除掉 順便講一點健康常識 我們醫生通常為了展現我們 醫術高超 通常喜歡縫那種縫合線 就縫合看起來不用拆線的 第一個病人不會害怕 也省了一個拆線的風險 那我們在做了以後 縫完以後看起來還不錯 一個禮拜以後回來 哇 整個打開了 因為其實它疤痕的反應是強的 所以即使我們把它清乾淨 它剩下的疤痕的 旁邊的血液循環是不好 我知道跟他說 因為自己醫護人員 我就跟他說 我們已經進到該座了 也沒有怪我們 我們就重新再把它清瘡 清得更乾淨一點 但這一次的縫合 我們就一針一針縫 這個Case 果然一個多禮拜以後回來 拆完線 還不錯 但他後來有跟我聯絡說 他老公說呢 終於開始開機了 但是開機的前三次 他老公說 每次就像做復健 一次慢慢試 但是三次以後終於成功了 所以我分享一個 反而是一個 真的頸部一定是大家最愛的 我有一個病人 那天才回來看 一年多前回來看 其實他也是私密處的 我剛講愛愛痛 他插入痛 可是他勉強配合他老公 那時候我有建議他做治療 一年多沒看 這次再回來 還是這個不舒服 可是他這個訴求不太一樣 他就說呢 其實他想做一個徹底治療 順便再把私密處做得更好 更美一點 我說發生什麼事 怎麼這次會有這個訴求 他長得40歲像30歲左右 保養得很好 身材也很窈窕 他說因為我發現我老公 最近外遇了 我們正在談離婚 他最生氣的是 老公外遇的對象長得很醜 最生氣的這個 可是他自己也說 因為他老公最近生意 經濟狀況不太好 那個女生是復活 所以是基於這樣子的原因 但他覺得對自己要更好 他已經確認要離婚了 要來坐後面 那我就私下問他一個 剛剛講到疼痛 我說那你覺得 下面的痛跟心裡的痛哪個痛 他說以前為了愛 下面的疼痛可以忍 可是為了外遇這種疼痛 我就不能忍 所以其實心痛比下面的痛 還要痛 所以這個你就知道 現在我覺得整個社會型態改變了 還是要自己小心 然後我看到很多女生 真的追求自己所愛 其實一般如果40幾歲外遇 我看到很多都是忍一忍就算了 現在都不能忍 疼痛可以忍 但是這種外遇 它是完全無法忍的 各位知道我們 我們目前很多性傳染病 種類一大堆 但是在二 三十年前 我們只有叫五大性病 什麼臨病 梅毒 什麼軟性下肝 什麼瓜哥當病的 大家都聽過 什麼生痕什麼之類的 現在都少見 當時二十多年前 其實也不多見 可是我有一次就發現說 有一個耳鼻歐科醫師 這是為什麼兩個月轉給我 三例的那個臨病菌 而且是從耳鼻歐轉過來 那有一次碰到我就問他說 你門診怎麼那麼多的臨病 他說也不是特別多 不過 我說那怎麼回事 他說這是因為他們禮拜五 禮拜六很快樂 那又不用保險套 那就禮拜一這邊就痛了 好 我一看一看 他老經驗一看 這臨病性的這個咽喉嚴嘛 那臨病性的咽喉嚴就是 潛伏期大概兩三天嘛 他就會問他們說 那你只有這裡嗎 他說下面有沒有 他說也有 他說也有 去看婦產科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說因為他們在這裡會痛 但是在 他不會知道 所以很多人 臨病進了陰道炎 他最後感染到肅軟管 不孕了 將來才發現說問題大了 就是因為他喉嚨會痛 結果就被耳鼻後可以發現 他們說禮拜一 他禮拜一禮拜二都比較容易碰到 他就說週末常常會這樣 那所以其實要大家知道說 其實是應該有保險套 年末都可以傳染的 只要年末都可以傳染 之前有一個二十幾歲的男生 然後他一開始以為說 他陰莖上面長痘痘破掉 然後所以來門診溫水 有沒有一些 能夠讓他那個比較 看起來比較漂亮的方式這樣子 那後來我們 通常密道科醫師看到這個地方 有長一些痘痘 或者是一些潰瘍 我們一定會去問說 有沒有性病方面的接觸史 那我就問他有沒有 不安全的性行為 他就說 有 因為前陣子跟同學 就是一起開趴 有很多次的不安全性行為這樣子 可能就是一個派對裡面就是 對啊 現在可能性觀念比較開放 對 然後後來他就說 他覺得應該只是痘痘破掉 我就說絕對不是 因為那其實都已經化膿了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介意我幫你驗性病嗎 因為現在人權的關係 我們要驗性病都還是要病人同意 所以我後來幫他驗了 埃及病 然後眉毒跟泡疹 所以我全部驗 然後開了一些藥膏給他 後來過了一個禮拜後 回來看報告 這三個全部都是陽性的 天啊 三個 三個 對 三個全站 埃及泡疹跟那樣 沒有 對 就是他們參加的那個 就是集體的那種 學生 對 集體的那種派對 其實就是還是要注意安全 因為其實這也不是我第一次 遇到的Case 三個都中了 而且是學生年輕人 那還好他抵抗力過 不然也是會愧了 對 但是其實我跟他講完 這個結果之後 我從開始看診 一直到看診後結束 他都一直坐在診間門口 他可能覺得 不知道該診的班才好 沒有辦法跟家人講 這很值得大 不太整齊了 現在當然以現代的醫學來講 是可以控制住 只是說他還這麼年輕 才二十幾歲而已 挺誇張的 之前有一個國中生 因為他是處於包經 就是說包皮過場 然後龜頭一直推不出來 在裡面十幾年了 那他反覆性感染之後 所以幫他做一個 包皮環切的手術 那一推下 發現說他龜頭整個是潰爛的 而且摸起來是有暈眩 那因為前陣子才遇過 那種老伯伯 因為衛生習慣不好 造成說這個地方 陰莖龜頭癌 那後來整個龜頭是拿掉 那當下我們看到那個 跟覺得跟前一個案例有點像 所以我們謹慎起見 還是要請媽媽進手術房一下 那讓他看一下這個有可能 其實我就直接跟他說 有可能是就是 陰莖龜頭癌方面的問題 那需要做個切片 那其實那時候 我們內心的小劇場就來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弟弟才十幾歲而已 把龜頭切掉還得了 對 龜頭切掉 除了醫學上 我們要幫他治療以外 他心理上的復健 是一個很長期的路程這樣子 那當然後來 切片結果報告出來 它是一個過度角質化 所造成的 那還好沒有說帶有惡性的成分 那其實媽媽當下也跟我說 如果他為了這個就是懷疑這個問題的話 他一個禮拜都沒有辦法好好的睡覺 那時候真的你用外觀來以貌全 真的會看走眼 那我有一個同學 密量外科的醫生 他常會轉病人給我就是說 他覺得這個不對勁 他看得很準 他跟我說其實有時候 他往往在意想不到人的身上 會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疾病 你都看起來很內向的男生 似似聞聞的 連話都不太會講 那或者說甜問卷你都寫說 沒有任何的什麼不良的 就是不應該 或者是比較特殊的性接觸的機會 就驗出來是一些比較 他都意想不到 那我有一個比較 另外的一個經驗是這樣說 我以為是一個門診 有一個滿壯的一個男孩子 30多歲 壯壯的快快手臂很粗 然後黑黑的 然後隱隱約還看到一些小的刺青 結果我就覺得這個 就應該阿妮奇之類的 他就來跟我說 最近小便會痛 我們就驗看看尿 尿報告出來正常 尿裡面沒有發炎 沒有膿 沒有細菌感染現象 我說你是小便會痛 還是說你尿的時候 出口處會痛 他就說對 就是出口處不舒服 我說你方便給我看一下 結果我就看一下 看到那個 我們尿道口 龜頭處 紅腫 他們又很多潰瘍 我心想說 你去後面來 不敢問就說 我想說我還是訴求專業 所以我就跟我同學說 我給個個案 麻煩轉介梗到我那邊去 他下診之後 我就會追這個事情 想說一定要去看他的病歷 結果怎麼樣 我就趕快點他的病歷 進來看 結果我一看 就開個美抗藥膏 皮膚科技是很重 美抗藥膏 如果家裡有小朋友都知道 那就是尿布疹的藥膏而已 就這樣就結束 我就很好奇 就打算去問我同學說 你還記得我有一個患者 一個阿妮奇轉介給你嗎 就這樣就把人家打發 你就開個試著 他說那個 清潔過度 說特別愛乾淨的一個大哥 他只是特別加強那部分的清潔 就洗到外面那個膜的保護層都 功能都不好了 所以 男生也會 對 他就一直常常就洗 那到最後一些潰瘍的傷口 一些破皮 其實是因為過度的清潔 所以簡單的藥膏抹一抹就好了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的 清潔都清潔到 男生的那個地方 也是會不應該說 太過度的清潔 也是會早晨 那你剛剛為什麼 要用這麼嚴重的詞逮到的 你居然讓我們想聽那個故事 對啊 我你也對 所以像那個內科醫師看內在美 其實我們婦產科醫師 也是都是在看女性的內在美 那我之前有碰到一個年輕女性 大概二十來歲 那穿著其實非常亮眼 然後有時候 穿的那個裙子蠻短的這樣子 那她來的話 她就是說 醫師我底下有長東西這樣子 那我們一聽長東西 大概都覺得說 可能是有 例如說病毒油 菜花這樣子的狀況 她就說外面的那個 她去診所已經看過好多次了 那診所都跟她說 你這個是有一些性病這樣子 她就說 可是她 那醫師反覆看了兩三間 都跟她說 這個絕對是有問題的性病 然後還叫她去 性病防治所那邊去看 她就很堅定的說 我就是沒有性接觸 那她說那整間的醫師 還跟她講說 不是把東西放進去 才叫做有性行為 那她聽了就很傻眼 所以決定來那個醫院看這樣子 那我們就請病人上內診台 幫她檢查 底下在萬陰的部分 真的就是有很多的紅疹這樣子 那看起來有點奇怪 有點可怕 那稍微剝開來檢查一下 處女膜確實是完整的 所以她講得沒錯 確實沒有性接觸 那我就問說 那除了這樣子之外 妳有沒有一些其他 不舒服的地方 她說有 最近嘴巴會有潰瘍這樣子 我就突然想到 其實我在當那個 實習醫師的時候 有跟過免疫風飾科 那那個時候有看過一個男性 也是類似這樣的症狀 但是是在男性的外陰部 跟口腔有潰瘍 那是一種免疫疾病 叫白曬病 Beset disease 那它是一個很特殊的 自體免疫疾病 它的自體的抗體 會去攻擊黏膜 攻擊黏膜 那這些黏膜的話 當然就是包括口腔的黏膜 生殖道的黏膜 所以在外面的部分 就會有這樣子的紅疹 我們就把它轉到 過敏免疫風飾科去看 就後來確實 真的是這樣子的疾病 所以病人沒有騙我們 但是前面的人可能因為 它的一個外觀這樣子 就會誤以為它有這樣子一個 性接觸方面的一個疾病 我之前我還記得 我大概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身體很虛 然後我媽帶我去看中醫 然後拔麥 她拔麥說你氣很虛 你是不是有剁過胎 我傻耶 然後媽媽在旁邊整個這種 笨窩 我說沒有 怎麼可能 我那時候沒有交男朋友 怎麼可能 我是流慘 對 她就說你是不是有 然後嚇死我 後來是 就是身體虛而已 就是太累了 虛到像剁過胎的 對 對不對 但你看 為什麼跟你外型有關係 你如果長得不好看 死都不會想到 對啊 真的嗎 那長得漂亮才想 這個一定 快 快 我還是要開心 對 因為我現在是美妝部落客 那當時我是國中 然後因為當時也愛打扮 然後我就覺得說 私密處怎麼覺得 有騷癢騷癢的感覺 而且也有分密物這樣子 然後當時問同學都 有同樣的情況嗎 那他們也覺得說 他們有去看過婦產科 那他們是說 醫生跟他們講說是 穿緊身褲的關係 然後悶熱這樣子 然後就說叫我去 看婦產科看看 那當時也不敢跟家人講 因為才國中一句的時候 去看婦產科覺得奇怪 所以妳自己去刮婦產科 對 我自己去看 然後那時候去看的時候 醫生就說 那你就是感染嘛 那擦個藥就好了 吃個藥就好了這樣子 那當時因為穿 會打扮的 穿很漂亮這樣子 然後醫生就說 那我跟你講 你一次 那個私生活不要太亂 那對上不要太多 我當時才國中而已 然後就覺得說 天啊 怎麼醫生會這樣子講我這樣子 就覺得說被誤會了 所以醫師講話很重要 他應該叫個 如果 你私生活 對 資格吧 不要再亂下去 提醒精靈的方式 但如果沒有 對 那還是不要 對 這個回歸到你 還是你長得漂亮 對啊 長得不漂亮的話 心情的話 就沒有這個問題啦 你也是沒有這個問題 對啊 對啊 其實那個在台灣這種天氣 我們皮膚科到夏天 就是看很多 念珠菌 古鮮 所以其實在私密處 這個部位 不管是男生 女生 其實只要褲子穿得比較緊 比較嫩嫩的潮溼 其實都很容易長 所以有時候很難說 你是不是就這樣子 去懷疑說 是不是有什麼狀況 因為我記得 我一次看二十幾歲的男生 他一走進來就是 香氣逼人有沒有 然後他就穿得非常 Fashion的衣服 然後就穿得緊緊的褲子 然後就這樣走進來 然後開始 我看的是釣法的問題 那其實釣法是皮膚科 常常在處理的一塊 那常見釣法除了雄性凸之外 還有圓形凸就是鬼剃頭 那還有一個是眉毒 眉毒就可能造成釣法 那眉毒的釣法有一種特徵 它就是像被老鼠這樣咬一口 咬一口 咬一口 所以頭皮上會有好幾個小洞 這樣感覺 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可是我 因為我覺得這個人的 氣味跟我感覺就是有點 不是很放心 所以我就就是很安撫 他會就說 你這個狀況 我們可能還是應該要抽選 我看一下 我排除一下 就是一些性接觸 可能會有的這個問題 然後他就說那什麼問題 我就說 其實眉毒也是有可能 會造成釣法的這樣子 然後他 我覺得他心裡可能自己也 並不是很放心 所以我這樣講 他還是有點鬱陣 可是他就說 好 那驗 那就驗 這樣子 然後後來大概兩個禮拜 都會回診 然後我們看到 其實眉毒這個東西是陰性的 那後來我們就 那就說好啦 那你這應該就真的是鬼剃頭 就是圓形凸 我們就打針 打針 插藥 過了幾個禮拜 就慢慢頭髮就長回來了 你要跟他分析 這掉頭髮有可能壓力過大 鬼剃頭 眉毒什麼 你要帶過去 不能針對說 這可能沒毒 對啊 如果你性行為比較亂的話 對 你可能被人 假設計 假設計 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